大家好,我是南美班的王安杰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白鞋公主 在很远的王公里生了一位公主 大家都是愿意的白鞋公主 但是过了多久 他就问魔镜怎样 他就问魔镜 魔镜啊,魔镜 魔镜就回答他说是 白鞋公主 他就很怎样 很生气 对,他就很生气,就派猎人拿什么去给他吃 多苹果 结果呢 嗯 然后白鞋公主就吃了毒苹果,就怎样 溫倒了 他去了谁家 小爱人的家 小爱人的家 是不是 他都睡小爱人的床吗 对 然后呢 嗯 然后呢 一边 把白鞋公主放桌上 他有吃毒苹果 昏倒吗 你告诉我们 白鞋公主怎样 那谁去救白鞋公主 王子 王子 王子怎么救他 给他怎样 牵他脸 牵他脸 然后呢 他就怎样 醒来了 醒来了 然后跟他怎样 然后从此过着 谢谢大家的日子 谢谢大家 我要来过赤酒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就好了 妈妈 谢谢大家